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最后一件 我想或许大家都比较感兴趣 这第一件 第二件是我来拍卖 第三件 我沐云是代替那位炼气师拍卖 而第四件 我则是代替天堡河拍卖 爹 你有让沐云代替我们拍卖吗 我以为是你让他帮我们拍卖呢 沐大师 还有什么宝贝 一起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吧 是啊 是啊 一瓶虚仙气这等稀罕的宝贝都放在前面 那恐怕最后一件 更加让人惊喜吧 如大家所见 这是七彩天龙的龙鳞 是因为舞者在古龙遗址内得到 交于天堡河拍卖 我想 关于这七彩天龙的龙鳞 不需要我做多解释了 龙鳞不仅仅能够炼丹 还能够炼气 还能够用来布置阵法 简直是全能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是神兽真龙的灵片 我龙人得见一眼 就三生有幸了呀 玄师兄 当日九片龙鳞全部被沐云夺取 这龙鳞 定然是沐云拿出 哟 老面孔了 你确定 我亲眼所见 先不要管这些 都买下来 反正这些东西无论如何 都是我玄空山的 此片龙鳞 败卖价五百亿上的银金 每次加价 不低于十亿 五百三十亿 五百五十亿 菊老曹 这次我可是不会让你了 六百亿 疯了疯了 都拿棺材板出来抢了 六百五十亿 七百亿 七百五十亿 八百亿 一千亿 居住气 天一 你们二人若是能够出得更高 我便不要是龙鳞了 一千一百亿 一千一百亿 既然无人加价 那此龙鳞 就归属于玄空山所有 沐云娜 此次拍卖两千亿上品零金 已经全部交接 四件质宝交于玄空山 此次 你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了 包主 这点钱和天宝阁比起来 恐怕还不能算什么 此次拍卖两千亿零金全部给你 天宝阁不收取一丝手续费 算是我们彼此开始合作的开端 如何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了 只是 这两千亿零金 我需要兑换成一些炼丹 炼器 阵法所有的材料 那就从天宝阁购买 从两千亿里面扣着吧 没问题 一律五折 我会将所有材料 放给送到洛魂岛 今日拍卖结束 接下来两天准备一下天灵地坡 然后离开中天城 回路昏岛 这一路 恐怕不会太平 你的意思是 玄空山会对你动手 你去一趟万臣宗 天丹宗 七举门 就于三门派长老 此物 龙铃就这么送人啊 你可真是大方 我当然不是百送的 天丹宗 天无言跟我回路昏岛 天丹宗必定会派人一路保护 这片龙铃嘛 算是我请护卫 毕竟天丹宗的护卫还是拿得出手的 哼 星子航代表一个小小的七星门 竟敢喊出这么高的价格 肯定是因为和沐云关系好 两人串通起来哄台拍卖品的价格 五十亿 听得听 千万别再加了 都逃不过老夫的法眼 看我一举拆穿你们 让你帮我抬价 不是胡乱抬价啊 三十亿顶天了 再加价就砸手了 恭喜恭喜 玄空山果然财大气粗 这么高的价格 我认怂了 五十亿一字 五十亿两字 五十亿三字 成交 你 好 第二点 开云刀 本是虚仙器之中的二品 可惜刀尖刃处有裂痕 使其降级一品 裂痕消失了 这 怎么可能 没错 此刀经过高人整改 现在降级为完美的 一品血仙器 威力甚至比昔日 还要强悍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 此刀刀尖再无裂痕 太不可思议了 气聚门内 高级炼骑士藏出不穷 可是数千年来 也无人能够改变这把刀 是哪位炼骑士做到这一步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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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此当我为大家展示一套刀法 或许大家便是会明白 什么就断雾了 真牛啊 妙 脑子领悟刀意 百年未曾得以解惑 今日观此刀法才发现 一直走错了路 多谢 此刀身为薰仙器 我想熟强熟弱 已经不用我来说了 现在拍卖开始 底价二十亿上品 五十亿 六十亿 七十亿 我无情 你若是佳佳 我就陪你家 如何 好啊 一百亿 厉害了 这是叫上劲儿吗 岂止是叫上劲儿了 我看这次有得拼你 我看这次有得拼你 玄空山了 玄空山不愧是三千小时机的第一霸主 当之无愧 这就是本次拍卖的第三件宝贝 此刀名为九元仙剑 十级绝品圣器 诶 是虚仙剑 这场剑进化成虚仙剑了 这 这是怎么办到的 怎么可能 三千小时机内 虚仙师 没错 此剑 是我在炼器之笔时 炼制的绝品圣器 进化而成 获真价实的虚仙剑 甚至此剑 比开云刀更胜一筹 沐云 别再撂胃口了 开架吧 好 此剑 底价一百亿 我想 关于这七彩天龙的龙鳞 不需要我做多解释的 龙鳞 不仅仅能够练丹 还能够练器 还能够用来布置阵法 简直是全能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是神兽真龙的鳞片 无人得见一眼 就三生有幸了呀 云哥 没事吧 我没事 这十三日后的阵道大笔 我是不可能参加了 倒是可惜了万阵宗 那十戒炼阵宝贝啊 无妨 所谓第一 只是虚名罢了 我知道云哥你的阵法 也很厉害 多谢诸位赏脸前来参与此次拍卖 宝主客气了 许久未见 天宝阁倒是更上一层楼了呀 成蒙各位关照 沐云那家伙 杀死我玄空山长老玄英德 这个耻辱 是不会这么轻易算了的 玉队长老 都已经安排好了 这次不可能给沐云露网的机会 云影 沐云此次拍卖虚仙器和虚仙丹 恐怕玄空山的人 不会放过他吧 不过你放心 沐云应该会留有后手 不会有事 只是此次你们若是见面 放心吧云爷 我都明白 各位远道而来 实在是辛苦 在座的各位 与我沐云的关系有好的 也有坏的 只是天宝阁打开门做生意 此次我沐云是拍卖师 自然不会砸了天宝阁的招牌 这场拍卖会 我想必定会极为精彩 可以告诉大家 此次拍卖不是两件 而是三件 至于最后压轴的一件是什么 大家准备好灵精 自然会知道 放在虚仙丹和虚仙器之后 会是什么 废话不多说 此次拍卖正式开始 第一件 虚仙丹 百翘一元丹 此丹可以保证 一名羽仙境十重的无敌强者 成功踏入到生死境 保证能够成就真仙 起拍价 十亿上品临精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 一个亿 十亿上品临精 足以使得三千小世界 一个二流门派 数百年的积累 发为乌尉 十一亿 十一个亿一次 十一个亿两次 十二个亿 十三亿 云圣史倒是大方 不过玄月圣帝 似乎要虚仙丹 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吧 玄月圣帝的功法 向来是集结天地灵气 比丹药 可是管用多了 不劳韩妇公主操心 虚仙丹 人人都想得到的 再说 是天丹宗的虚仙丹 可比玄空山 拿出来的强多了 哼 玄空山有虚仙丹不假 可是拿出来过 我玄空山的虚仙丹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每一颗都是耗费颇大 两位半嘴 就不要带着我玄空山了吧 无极魔宗十六亿 是无极魔宗的副宗主摩命 居然是他 此人据说 似乎之前在无极魔宗内毫无名声 而是其得无极魔宗无上魔法之后 势力突飞猛进 又是为无极魔宗的扩张 立下大功 成为了副宗主 磨灭 似乎不是他的本名 据说此人来历 神秘的极 二十一 七星门 身为西域七大势力之首 抵运不俗 可是和忠誉的九寒天宫 各大势力比起来 还是略有不及的 他们竟敢这么寒假 三百亿 笔钱 我悬空山最不缺的就是钱 虚仙单虚仙器 我悬空山拿定了 无人禁价 那此开云刀 就要属于悬空山了 好 悬空山不愧是三千小时机的第一霸主 当之无粹